对于内政部和监察院的说法 Flying V的创办人林洪全他表示 他认为戈兰伟这个募款行动的议题很特殊 才设立了一个募款网站 应该没有违法 专门向群众集资的Flying V公司 设立了集资网站VD为戈兰伟活动发动募款 网友相挺但政府有意见 直指募款违反了政治现金法 Flying V创办人林洪全却有话说 强调自己没有违法 林洪全说各界对政治现金的定义 有不同认定标准 法令应该还有修正的空间 而Flying V目前也与贵买中心合作 在贵买中心的群众集资揭露专区 露出各项募资资讯 先前还曾经透过该区为太阳花学运募款 没想到没有事先向贵买中心提出申请 被罚款5万元这次Flying V没有继续透过贵买中心的专区募资 而是为戈兰伟活动独立设立VD募资网站 林洪全解释是因为议题特殊 对Flying V另设募资网站还被内政部监察院认定违法 贵买中心则表示双方合作关系不变 民间募款平台强调没有违法 是非对错有待法律认定 UNION TV吴嘉丽程岳威台北报导